有人说娱乐圈就是一张帅哥美女的海报 确实在这个圈子里 外形条件似乎高于一切 然而为何长相高度相似的艺人 最终走向却南辕北辙 这其中是否隐藏着某种必然规律 张子怡顺风顺水十余年十九岁的张子怡在张 一谋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展露头角 饰演的朝地一角为她带来了第一座百花角 当时张子怡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第一年 就以出色表现斩获影后可见实力非凡 随后她又在李安的《卧虎藏龙》中出演二当 加陈可欣的《尖锋时刻二》中饰演女一号 逐渐在国内外获得知名度 国际章的美誉由此创建 2004年张子怡完成了人生的三大跨越跨国 凭借一期回忆录获得金球奖提名 跨界不仅是演员还是制片人 跨平台从电影转战电视圈 三跨均获得巨大成功 张子怡的事业进入黄金期 她被国内外瞩目 成为当之无愧的一线女演员 随后几年张子怡接连参演了 多部华语电影中的主角和女一号 比如与徐征连妹出演的喜剧《非诚勿扰》系列 还有和梁朝伟搭档的文艺片《一代宗师》 特别是后者号18年精心之作 张子怡凭借电影中五博师姐一奖 获得台湾金马奖 香港电影金像奖等多个最佳女主角奖项 这不仅巩固了她在演艺界的地位 也让她在业内积累了可贵的表演经验和人脉资源 2015年 36岁的张子怡嫁给歌手汪峰 这是出人意料的选择 两人育有一女一子 五年后宣布离婚收场 对张子怡来说这场婚姻就像难科一梦 终究醒来后回到了演艺的现实生活中 离婚后不久 她便宣布加入一档大型真人秀节目的演出 这被媒体和粉丝解读为付出的信号 作为一名实力演员 张子怡焕发的演技成熟魅力 与洞察人性的深刻演艺 仍将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 童谣被贴上小张子怡标签 与张子怡转战影视多年不同 童谣的演艺之路并不顺利 她被认为与张子怡长相枯似 所以从一开始就被贴上了小张子怡的标签 2002年 童谣在电视剧《临海雪园》中首次亮相 饰演女二号 这之后十多年 她都在影视圈苦苦挣扎 始终没能走红 直到2016年 童谣在《如意传》中 精彩演艺高黄贵妃一角 终于得到了关注 这之后 她又在《大江大河三世而已》等剧中 出演重要角色 逐渐入戏 表现越来越出色 2020年 童谣终于摘掉小张子怡的帽子 凭借《三世而已》 斩获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 如今的她 正在朝更高的演技巅峰攀登 其实 童谣在长期的演艺生涯中 也曾历经过低谷 她不仅要面对来自外界的这一生 自己的内心也在挣扎 被贴上标签是多么痛苦的事 她深有体会 为摆脱这种定型印象 童谣付出了许多努力 她不断钻研表演 丰富了自己的情感体验 拓展了演技的广度和深度 终于 在最近几部作品中 她表现出色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这不仅赢得了导演和观众的认可 也让她在演艺圈重新确立了位置 孙怡 《低谷中的慢热》 如果说张子怡代表风头无两的顺风顺水 孙怡的命运则恰恰相反 她2014年入行 参演了几部委屈收拾的电视剧 2015年 孙怡在15年等待候鸟中 担当第一女主角 这部剧热播 她的知名度也得到提高 然而好景不长 之后几年 孙怡已婚身子 淡出视线 作品无佳计 直到今年 孙怡在某综艺节目中 大谈感情经历 引发网友关注 许久不见的她 忽然之间又受到了追捧 人气高涨 或许 这会使孙怡在低谷期后重新崛起的契机 她给人的印象仍是青春活泼 朝气蓬勃 再加上这次的插曲 似乎为她添加了些许戏剧性 也许会成为新的突破口 我们拭目以待 其实 孙怡的低迷期 也并非毫无作为 作为一名演员 她始终在积极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 在成家历史之余 她也在努力拓展自己的演技境界 拜读名家的表演理论 并不断接触舞台剧等多种表演形式 正是这份执着支持着她度过低谷 并在最近的综艺中 释放了更加丰富立体的个人魅力 如今的孙怡 不仅有着青春靓丽的外表 内心也因为这些历练 变得更加成熟稳重 她正以全新的状态 重新出发向更高峰进发 李庆 助力三部网剧热播 相比孙怡的光景 李庆的运气明显见多 她是因为校园选秀进入娱乐圈 首部作品就是备受瞩目的年代剧《红楼梦》 饰演宝钗的她一举成名 紧随其后的是大获成功的古装剧《白鲁远》 在剧中她演绎了性格复杂 命运坎坷的田小鹅一举 但是真正让李庆事业达到巅峰的 是另一部古装剧《楚桥传》 这部剧爆火全网 李庆的精彩演技获得极大赞誉 之后她又在现代剧《庆余年》中挑大良出演《女二号》 这三部剧的高人气让李庆成为当红小花 事业正处上升期 未来她似乎会接拍更多稳定流量的作品 其实李庆能在历次作品中脱颖而出 关键也在于她过硬的演技 从最初深色的校园剧 到后来屡屡突破自我的古装 迭站题材 她的情绪把控能力 话剧表演功底 与内心情感体验的丰富程度 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多不口碑与收拾双丰收的剧中单纲要绝 不仅使李庆在影视圈占有一席之地 也为她后续发展积累了丰厚的人气基础 波普的李庆正以多变的角色 全是展现自己的无限魅力 外貌相似 命运各有天意 通过上述四位长相枯似的演员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在娱乐圈 外貌相似 并不意味着一人最终的成就也会相近 张子怡事业亦飞冲天 童谣则经历多年才渐入佳境 孙怡起起落落 李庆则一路高歌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轨迹 即便条件在相似 最终的命运也各有安排 也许这就是娱乐圈的魅力所在 我们无法预测每个人的未来 唯有拭目以待 每个艺人的成功都来之不易 无论顺境或逆境 他们都正在书写着自己独特的演绎之路 综上所述 外貌相似的艺人最终命运并不相同 这是这个圈子中一种特殊的现象 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人生历程 最终成就高低蹭蹭不齐 我们不能仅凭表面的相似 来判断一个人的未来 唯有经历风雨 他们才能在娱乐圈开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这正是演绎之路的无奈 也是他激荡人心的魅力所在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